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始C语言快速论文的第一讲C语言介绍 C语言是1972年,美国B2实验室的丹丽丝B词在同时跟汤姆森1700年的B语言制度上发明的 1973年,汤姆森和李词完成了C语言的主体 用这个发明的C语言来重新编写了UliX套系统 1973年,丹丽丝丽与汤姆森发表了不以来与具体机器制动的C语言编译程序,也叫编译器 这个编译器就是用来讲一个C语言的原程序代码组合成机器语言的代码 1980年,美国国家标准机会发布了第一个完整的C语言标准,讲称C94 人们习惯称之为ASKC C语言为什么是最牛逼的,或者说所有编程语言中的老大 主要是由下面这是特性的决定的 首先C语言能够继续操纵底层的硬件,因此可以用来编写 硬件的设备驱动程序和操作系统 然后C语言编写的程序速度是所有编程语言中最快的,所以它是速度之王 其他的语言都是以来于C语言或者接见C语言,或者用C语言来编写其他语言的编写去解释 因此C语言是所有程序之母,编成语言之母 C语言还是全能王,就是说它能够开发从系统软件到应用软件的任何软件都可以用C语言来开发 而其他的语言,比如Java语言,什么Person的语言呢,他们不能开发系统软件 下面我们再把这个特性再看一下,就是说能够操纵底层硬件 就是可以编写设备驶动程序,对硬件系统进行管理的操作系统等各种程序 在这方面C语言是一纸多秀,C语言也有一起之地,而其他的高级语言就无论为例 比如我们著名的Windows,苹果,Unix和Unix系统 这些操作系统的软件都是用C语言来编写的 同样我们手机的这个系统,比如安卓系统等也是用C语言编写的 还有各种空域控制系统 还有Channels开发的各种系统,单边机,什么ArmChannels,或者机制能 这些都是用C语言来开发他们的超市系统 C语言第二个特点就是速度之亡,就是C语言产生代码 与挥边语言或者说机制代码呢,它的运营速度几乎是一样的 其他的所有高级语言呢,是望尘目击的,就是无法与C语言进行比美的 这是网上的一个图表,列出了不同长度的组织处理,它需要消耗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C语言,它所有的情况下,它消耗的时间非常低 相对于其他语言呢,所以它消耗的时间非常短,也就是它速度最快 其他很多语言都是从C语言之处上发展或接见C语言的,比如C++是在C语言之处上扩展 而生成的语言,Java呢也接见了C语言等等 之后所有的语言的编译式或者解释式,都要用C语言来编写 比如C++,Java,Parse,Metalva等等,它都需要相应的编译式或者解释式才能运行相应的它们的程序 而这些语言的解释式呢,都要用C语言来编写 比如C++,Java等这些比较高级复杂的语言,我们是不能直接学习这些语言的 必须先去C语言才能理解C++或者Java这些语言 刚才讲了,C语言是全能萌可以开发各种软件,从使动软件到应用软件 使动软件比如超级使动式被驱动程式等等 然后应用软件,我们著名的浏览器,比如大家常使用的 Chrome,Google的Chrome,Firefox,还有RIG等等浏览器 还有文字处理的,比如微软的Office,还有开云的Office 还有图像处理,各种图像进行PS等等的,Photoshop等等的图像处理软件 还有进行动漫制作的SandyMaxMail等等,进行工艺4G的CID,各种CID,大型的CID软件 然后大型的这个游戏,就是小型的游戏我们可以用Java等语言比起,但是对于大型游戏我们都要用C语言或者C++来比起 还有用C交媒体的通讯软件,比如QQ,Skype等等,都要用C语言比起 而其他语言在缩度性能上,都是无法和C语言的程序相平均的 好,下面我们对程序和编程语言做一下简短的介绍 所谓的程序就是一系列对数据加工的指令,比如我们那场生活中做饭也是一系列的指令 是吧,一系列不热,比如先取米,然后堆米进行清纸,放到DMG等等这样一系列不热 同样程序也是的,一个基准计程序是由一系列的基准计指令的这样一条一条的这样执行的 也就是一系列指令的一个排列 要编写基准计程序,我们就需要用某种编程语言来表示指令和数据 也就是编程语言就是表示指令和数据的规则 最基本的这个语言,或者最面向机器的这个语言就是所谓机器语言 它是用01来表示指令和数据,因为我们基准计的间谍果只有K和关两个状态 也就是只能表示0和1 所以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变成语言就是机器语言,用01来表示指令和数据 比如这里是一些机器语言的指令,处理指令 这些指令只能用于特定的基准计计,就定于每一种类型的计算机,就是CPU 它的指令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不同的类型的这个印记呢,它的这个机器语言是不一样的 至于精通这种类型的这个程序员呢,编辑数据就是这个特定的机器语言的指令计才能编辑相应的程序 而其他的程序员或者其他人是无法理解它一些程序的,所以这种机器语言呢,它可读性差,当年编辑效率也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发明到这个灰冰语言,灰冰语言就是讲 机器语言呢,用一些这个字母,数字来表示,用一些字符来表示,这样呢,就增加了这个可读性 每个挥辑语言呢,都是第一一条机器语言呢 比如上面的机器语言代码呢,可以写成下面挥辑语言代码,这样就增加了可读性,提高了开发效率,也便于维护和多理解 但是,挥辑语言,因为是和机器语言一一低音的,仍然觉得可读性不是太好,然后呢,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缺少一次性 就是说,针对一种机器的这个挥辑语言程序,无法在其他机器上运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能不能发明了利能力语言的所谓的高级语言,就是用我们利识能力语言的这样的语言来并行程序 比如上面的程序,我们可以写成sum等于17加上20,这样呢,就是很多人就很容易,能力就很容易理解这个语言 而且用高级语言并行程序,可以具有一致性,我们需要通过一个运译试或者解释试呢,将高级语言并行程序 就是总化成知识语言指令,那么整理不同的知识,那么它可以组合成不同的知识的知识语言指令 这样高级语言并行程序,只要编写一次就可以在不同的知识上运行 这个过程可以用下面的图表示,就是说高级语言并行程序或者语言代码 经过编语器或者解释器把它总化成基础指令代码去,在特定的知识上去执行 下面我们看C语言的程序,C语言的程序是由所谓的函数构成的,函数就是一组指令语句 这个语句也就是指令,C语言总是执行一个叫做main的函数 这个main函数后面两个文化号表示,当我们在电脑上之前 这个经过编语后的这个程序的时候,超适量的会向main函数调漏的内层的执行 我们之前这个main函数的时候可以向它传递一些数据 这个原格号列表示传递数据,这里原格号列是空的,表示没有给它传递数据 然后呢,main函数,然后用一个左右画号里面就给出了这个main函数的一组语句 使拿起,现在这main函数里面没有任何语句 也就是这是一个空的函数,这是最简单的空的函数 现在这个函数呢,我们增加了一条语句叫return 0 这个return是C语言的一个关键字,它表示呢,从这个函数上返回 也就是接触函数的执行,并且返回一个结果0 这个0呢,是一个整数,所以在main函数前面 我们用一个inter,表示这个返回return 返回的这个0的责是一个整数 main函数返回结果0给超出系统,表示没有处 如果返回非0呢,就表示产生的某种处 就是0的程序中可以返回一个非0,表示出现了某种什么处 C语言的标准库呢,帮我们提供了很多函数 其中一个叫print,也叫打印函数 用于在屏幕上输出,因为我们处理程序 就要把相应的结果进行输出 也就是有一个print函数是标准库 这个print函数不是我们写的,是别人写的,标准库 这个print函数不是我们写的,是别人写的,标准库 但是我们在std,叫做标准输出标准头文件std.h里 就是声明的print函数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 所以我们要使用这个函数,必须把std.io.dh 通过一个预处理指令include包含进来,是吧,净号开得了叫预处理指令 include是一个叫包含的这款预处理指令 我们要使用print,必须用include把std.h的内容包含进来 绝对这个程序之行,将在屏幕上输出的支付中helloo的 所谓预处理器就是对原代码中,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预处理指令进行处理 将预处理指令的处理好之后,可以转化到一个新的原代码 比如开始这个程序包含了预处理指令这样一个原程序 然后呢我们通常会经过一个预处理器这样一个软件工具 把其中的预处理指令处理完 然后得到一个没有预处理指令的原代码 然后再通过编辑器中发在机制指令代码 这个include呢,预处理器遇到这个include的时候 会把std.h这个头文件,c语言的头文件都是以.h计为的 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呢就是复制,退换了这一句 所以预处理器对include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操作 最后我们介绍这个编辑环境的安装 要编辑和将bc语言程序并将程序来转化成可质型的二进制文 这些程序呢我们需要相应的b议器 b议器刚才讲的其实包含了什么预处理器和这个 这是工具度包含的b议器,最著名的是gcc 可以将c语言程序做发成gc电码程序 这个cl是微软的micro-c的编辑器 同样一样也是可以,还有其他的编辑器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编辑器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一个编辑原程序电码的 这个文本编辑工具,比如我们windows系统的知识本 或者呢也是kevin的sublim和rootpad加加,这是免费的这个编辑工具 我们一般用这个文本编辑工具编辑号程序,然后再通过它 将它总化成这个二进制的可质型的机制指定程序 然后质型 gcc呢是在unix的苹果系统上是自带的 我们在windows系统上也要使用它,必须要安装 就是安装一个gc的windows的一次版本 就在这个文字下载这个gc,等会我们会介绍 通常呢我们更多的会采用制程开发环境 code blocks和Virtual Studio来开发编辑系统程序 因为这个制程开发环境就包含了这个 这个编辑文件码的编辑工具,还有这个编辑器 还有调试器等等各种工具都包含在一起 方便我们对一个大型项目进行管理 code blocks是一个跨平台的它在windows 苹果和lux都有相应的这个版本 而Virtual Studio是微软的 则能在windows系统下运行 我们学习C云变成,还可以通过一个在线的这个网站 就是在浏览器里编辑这个C云程序 比如我们输了这个网址,可以打开一个在线的C云 编辑器,然后通过这个在线的编辑器编辑我们的程序 好,假如我们打开Google网站 我们可以搜索C CumpiljrCompile编辑,什么啦,online 最新的,同这个搜索 排名第一的,那么这个就是 最新的一个C云编辑器,我们打开它 网站 它已经默论了,帮我们生成了这样一个程序 这前面这部分是注射,我们等会讲了,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比较不影响,是吧,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main函数,是吧,它输出 一个hello order,你特意能来返回一个0,是吧 这个include包含这个标准输入数据图文件,我们运行它 我们还可以再调用print函数打印其他的,比如 叫你好 好,在这里它出现错误,我们看一下什么错误,它提示 一路,before return 前,这个什么,封号 就是在这个return前找到封号,是什么呢 C云的程序都必须以封号结尾,而且这个不是英文 必须是英文的,不要是汉字的 出去在容积形上汉字的,封号 就所有语句都是以封号结尾的,所以这个不是C云的语句 它是预处的指定,这一封号结尾才是C云的语句 好,这里 我们看这个错误在哪,是不是这里有printer 这里print刚才写错了,是吧,它的眼 好,这样输出了hello world 你好,是吧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加一个叫特色的斜杠N 斜杠N 斜杠N不是两个字符,它放在 双印后的,我们双印后的也就是字符,是吧 它搁成一个字符出来,然后呢,如果你在里面放一个斜杠N,它成为叫转移字符 这个斜杠N两个字符呢,实际上表示一个字符叫换行符 当printf遇到这个换行符的时候,它会输出换行,就是说输出字符之后 然后遇到这个换行,我们执行它看一下结果就知道了 那我们执行了hello world,然后换了一行,再说就是个你好,是吧 当天我们说最简单的程序可以什么,不包含任何东西,是吧 这个是最简单的main函数,是吧,没有任何东西 是吧,它也可以运行 我们甚至不要它返回车,是吧,这样空的,这样也行 是吧,这是最简单的 好,这就是C云的介绍 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这个 这个B站博客,还有这个微博